约泰集团11日举办尾牙并为销售冠军得主颁发近16万美元佣金 约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11日晚举办尾牙 300多名职员共乡胜举 约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杨硕 为销售冠军得主陈宝尼颁发15万9288美元佣金 约泰集团于2008年4月进军柬埔寨 员工人数从15人迅速扩大至300人 执行总裁杨硕在尾牙上回顾8年来的发展历程 并感谢员工们的辛劳付出 目前约泰集团四级产业覆盖返地产 物业、健康医美、金融和交易 2018年集团在柬埔寨售出813套公寓 总销售额1.2亿美元 杨硕表示随着集团在金边和半家省 推出三项综合产业开发项目 预计今年将实现销售总额6亿美元 他指出集团正在金边国际机场附近 打造月泰议员 这是金边首座智能化国际市区 月泰金边港和半家月泰城将与今年开工建设 月泰金边港将成为国际消费中心的新地标 即时尚购物、总部办公、五星级酒店、文化走廊和主题公园 半家月泰城将地53公顷 即高端别墅住宅、商业、旅游、文化、教育、医疗和产业 以一体的大型多元化综合项目